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 6月1号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四点半钟啊 早上四点半钟 现在又是早盘了 现在跟大家讲一讲呢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呢 就是讲一些比较稳健的一些股票啊 特别是实应于那些刚刚开始做股票的人 风险尽量的越小越好 还是巴菲特的那一句话啊 我永远记住的 他总说是炒股最重要的一点 他跟别人讲啊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防范风险啊 就是风险呢 是摆在第一位的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在讲这些股票的时候呢 尽量的是不要让大家亏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是建议大家是以长线的思想来思维 因为我们这些赏股啊 能力啊 各方面呢 跟那些是很专业的大型的投资基金啊 包括那些是华尔街的那些是 所谓的行内的那些是做了十几年 二十年人来说 我们可能有很多方面是不如他们 对不对 我原来说过 就是我们在资源方面就肯定不如他们 在钱方面 这个钱就是动力啊 就是这个能量方面我们也不够的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做好 我们怎么去做了 争取赚钱 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家做过很多股票的人都是说 很多人说啊 我今天一个主要赚多少 明天要赚多少 赚的时候他跟你在讲 他是亏的时候 他是灰溜溜的啊 亏的时候也是血淋淋的啊 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啊 这个是不隐晦的 跟大家还要聊一聊 就给大家一些警钟的好处啊 我今天在大街上呢 就是每次我讲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以聊天的形式给大家讲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比较神异一点啊 我也会想到很多好东西呢 我也给中头可能讲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听一会儿了 就啊 我今天不需要听的 说不定中头有一些东西很重要啊 我就说 你可以不听的位置可以跑快一点啊 想听的位置可以再听听 不要漏掉它 我也不知道哪个实战是重点 哪个实战是重点 哪个实战是不讲重点 我开手的就是 开始跟大家聊天一样的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今天还是专业时间 就是想告诉那些是刚刚炒股票的啊 很多人呢 就是想去炒股票 这一点我是肯定的啊 就是在美国 在美国 你要有多余的钱 你真的应该去做股票啊 就是有很多人说 你这不是害人吗 绝对不是害人啊 美国的股票 你们看看 你看看他的一些指数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看看他的拉斯达克指数啊 你等等很多那些指数 你这边把他任何一个指数看一看 他都是长的 对不对 呃 就说你就怎么做 别人说你怎么做 都应该是赚钱的 但是为什么有人亏呢 这就是一个贪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自己呢 控制不住自己 这是我多次讲过的 控制不住自己 对不对 往往是你 你输在你的 不是输在 输在你分析 可能你去找股 你什么都对了 你听别人讲都对了 但往往就是在你的行为上你控制不住 啊 这里的曾经也有些是 专家也搞过这方面研究的啊 呃 我在后面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这个研究是 他研究的比较透彻啊 就是讲 呃 呃 人为什么会 呃 明明是个赚钱的 之后弄成了一个亏损啊 啊 现在我 现在呢 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呃 呃 新潮股票要注意的业子 刚刚学潮股票要注意的情况啊 第一个 那就是毫无疑问 就是他的成压能力 对不对 就是说 你 你有多大能力来进行炒股票 首先第一 是你自己的钱 所以我说的啊 不要借钱 不要受别人委托 因为受委托的钱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我们散户 对不对 你要受委托的钱的话 你还是有责任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说没有责任 所以谁要我跟炒股票的时候 往我就会觉得很大压力 我就希望自己亏一点都可以 是不是不能让别人亏 对不对 呃 呃 这是就是一个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 就是你有多少钱拿出来炒 你要想到我要是亏掉了 全亏掉了 我会什么心情啊 你说我亏掉啊 那不行 我亏掉了 我这下个月我生活都没了 不要动啊 那个钱就不能炒 呃 你说我 确实很多钱 啊 还要说大陆来的钱 我说有些钱 成了银行 觉得那确实是傻瓜啊 那给别人去做做投资啊 今天告诉你一个投资啊 明天告诉你一个投资啊 我觉得那都是都是傻瓜啊 就是去做啊 去学会做 就是炒股票 就是学会怎么控制自己 怎么去做长线 怎么 那比银行赚很多啊 比银行的利息要赚很多啊 比银行的利息要赚很多 这每个大家知道的 很多很多银行你开户还还反收费的 对不对 不工不给钱 你除非成个一年单 两年单 五年单 那都利息现在很低 低得低得 现在更得更低啊 这个疫情来后就更低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是你的能力有多少 你拿多少钱来吵 这样的话你就会心情啊 我这里讲的还是一个心情 你就不会受到干扰 一干扰你就会犯错误 你记住这些话啊 这些话可能讲了多少遍 你体会不深 新手体会不深啊 你一受干扰你就会犯错误啊 第二个呢就是长线思维啊 对不对 我已经讲了很多事的 要长线思维 长线思维就是说 你 你做这个股票 我这个钱不急于拿出来 不急于说买房子 不急于是做什么啊 我就是 而且我在嫌股票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多少次 我们在挑嫌一个股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那个股票看着它在哪一个位置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底部 而且它是成长的 当然它的价位呢 如果是很低价位的股票 我们要注意它会不会破产 对不对 我们要把这考虑好后 我们把钱放进去 去做它的长线 根据它的指标 有些指标啊 我们说了 要跟大家慢慢讲些指标 收益市盈利啊 什么那些回报啊 还有投资回报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今后有时间 我会一个个给大家讲 一个个给大家讲 所以说今天呢 就是讲的是第二个 就是长线思维 长线思维的时候 是不能做短线吗 上市可以做短线的 长线思维 我也讲了很多这个事情的故事 就是说你在做长线的时候 如果长到了一定你希望值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值可以的时候 你可以卖掉 你就是一个短线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短线 那是意义不一样的啊 跟你开始显一个短线 你开始显一个短线 你一定是说别人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或者是你看了报纸来的 或者听到哪个经纪人说的 这个股票怎么好怎么好啊 你没涨 后来你发现他讲的时候 已经涨得半山腰了 已经得涨了 这个时候你就追涨了 对不对 你短线吧 你一定是追涨 你不能放不住这个股票 这种追涨的时候 就很容易很容易吃亏啊 你追涨它就跌了 然后有很多时候 我如果一买就跌 一卖它就涨 就是这样的啊 这是这是讲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操作上来 也要注意啊 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上呢 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去操作一个股票 我是有一种自己的操作的方法 这也是多少多少年的一点经验之谈呢 也是给传设给大家啊 因为呢 我在很早的时候 听说啊 就知道有一个就是股神啊 巴菲特啊 它什么是用那个什么 凯利公司来做的 实际上它不会是用凯利公司 这个公司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公司 就是学经济学的人呢 都会知道这个公司 那大家既然都知道这个公司 为什么它赚钱了 别人还是赚少数人赚的钱呢 对不对 但是这个公司呢 我自己的考虑了一下啊 我们先把这个公司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公司 我们先把公司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 这就是 凯利公司啊 这个大家看来都是凯利公司 这个凯利公司呢 就是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凯利公司呢 可能大家 学经济学的人 就知道这个公司 我就是简单的 这个公司怎么来的 它实际上来的时候也蛮有意思 它这个数据过程来的啊 它是什么一个数据故事呢 就是说这个公司呢 就是 就是设计了这些数据啊 它进行了这个 像树裂一样啊 完了后求和 求完和后 呃 两边取对寿啊 对寿完了对对寿 因为是个震撼数嘛 就两边求 对他们进行求导啊 求导让他们那个 对一个 把一个为变量嘛 就是这个 批为变量的时候 呃 把它 进行求导啊 一求导 你导数等于 你那再求取P来 等等 这个 然后导入它的最 最大化啊 这讲这个 大家可能听 听得迷你屋里去了 我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公司 所以你不管它 这个公司怎么来的 我只把它的意思 跟大家一个个讲一下 这个公司 它是求最大化 求F的最大化来的啊 就是说 这个P 这个P 点多少时候 就是 它的最大化 这F是什么意思 我这跟大家讲一下啊 简单讲一下 F是什么意思 F是投于本金的百分之几 就是说 你现在有100万啊 就就又不要多啊 我们太多了 假如你现在有1万块钱 你到底投多少呢 就是来求啊 就求这个数字 你说我有一百万 我现在第一个投 投多少钱 对不对 你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100万全买了 100 1万块钱全买了 你1万块钱全买了 一亏或者股票一跌 你想普仓没有了 对不对 一亏完了后 再翻本就没了 很多人就是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P 大家看呀 这个P 对着这个P看 这是一个公式啊 这个P 我讲这三个数字意思 P是什么 盈率率 就是概率 就是说 你这个盈面有多少 我这一讲盈面 很多玩牌的人 你知道你盈面率有多少 对不对 你30%还是40% 对不对 你最起码搞个 56%是盈利 你才去上去嘛 对不对 就是盈率率 这是个P 盈率率是多少 B是什么 你到底回报多少倍 对不对 你想到你这买5块钱 你回报10块钱 那又不是两倍 对不对 不要拿多 回报一倍半 都可以 对不对 就是你要有回报 你不能说没有回报 没有回报 就买到哪个位 你不会买 对不对 这工资都是很现实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 我们这假设是 是这个P 为什么要是Pの或者60%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股票的时候 分析这个股 的时候 我们肯定它引力 它的 就赢面 不是说亏面和赢面 肯定是大于50% 对不对 否则不做 东野意识没有 不说我不做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设一个刚刚达到60%的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设了个60% B呢 我就说我一块钱 我赚个一块五毛钱 赚个一块五毛钱 我回报这个1.5倍 也不是说很厉害 我做长线的 我回报个1.5 我平时我不动它 好 这个就回报一块钱 赚个一块五毛钱 这回报这个倍数也有了 我们带来这个公司 把这两个数字带在公司里面一算呢 他要不要投资多少 三分之一 这就是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给我那个 给了我一个私信 问我怎么投资 我一看可能他还是新手 对不对 我就建议他 一个是稳定一点 第二个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投 当然有时候三分之一投进去 三分之一投进去 三分之一是这样来了 这个数字是我 你看我是根据实力的数字 这样设定来了 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好 我永远记得这个数字 我很多人都讲过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做法 当然这个不一定说 完全说 凯利公司 它能够 这一球鞋正好是三分之一 对不对 就是凯利公司 它是 你要是 如果是这样的 概率和这样的回报率的话 这样是 它是比较理想的 就是说 三分之一的投 你的本金投进去 是最理想的 不能一口气投的 特别是新学的人 对股票 只有什么情况下 要全部投进去呢 我们来设 就是 你概率是百分之一赢的 实际上大家知道 百分之一赢的 有没有可能 很有可能 很少的 对不对 确实 有时候 好比说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情况下 所以你可以不按三分之一来 你会吵的 我一说 疫情 你看这股票都在这么低 这也是 本来就是一个 百年难遇的机会 我反复讲过 你就可以把它设为百分之百 对不对 设百分之一回报不管 我就肯定是赚钱的 你就说 你知道吗 它要得投多少 一 一什么概念 一就是你全部拿出来 就all in F对于一就是all in 就是所有钱都会投进去 就是说 在你考虑到这个 就是我反复跟大家说 就是一个股票的涨 就是赢面 就是你买了后 涨 调 跌 这三个 随时要考虑 对不对 你可以考虑 你把它作为赢面 就是它可能是在中间 或者是往上涨 最起码不亏 你就可以这样去做 也行 对不对 如果是 我们现在来看 假设回报率很高 你赢面率很低的时候 回报一百倍 就是 回报率一百倍 就是很多人去买捷克帕一样的 对不对 一百倍 就是在 玩牌里面都知道 大家赔一百倍的赔率 就像捷克帕了 捷克帕一样的赔了 当然这个赔率还蛮高 我这算的还算蛮高的 就是30%的可能性 三分之一 就放三个东西里去抓 你抓了一个 就是一百倍了 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他建议你投多少进去 也还不到三分之一 钱进去 你看这么高的倍 为什么 它的这个赔率 它这个可行 就是人赢面 它太小了 对不对 就是可赢的 赢利的率 赢的概率太小了 所以说 它又会出现了 这个问题 所以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为什么建议大家 看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投 这个数字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三分之一投 三分之一投 我现在来继续给大家 都啰嗦一点 三分之一投 三分之一投 有什么好处 当你看准这个股票的时候 你觉得它的概率在 它赢了 就是它往上涨的概率 要在百分之六七次的时候 你看三分之一投进去 完了后 在它如果跌的时候 你还有钱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它跌 你这个时候 可以自己跟自己 设计一个 一条线 就是说你亏多少的时候 你还要投另外一个 三分之一进去 就是你是亏多少的时候 你再投个三分之一进去 这个就是 不是让那个公司算来的 另外 就是第一个三分之一 我是这样算来的 因为它就是 它是多次投资的概念 就是如果多次这样投资 你就是永远就要赢的 它就说你这次逃避说 投三分之一 就回报了1.5回来 再把1.5加到你的本金 你再算 再来算 从上再来投资 再来投资 它是这个概念 但是我现在呢 就是这个地方 跟它改变一点 就是说你投了三分之一进去后 你不管赚不赚 你还在股票里面 如果它在涨 你就让它去涨 你就赚三分之一 就是相当于 这一能环你完成了 你说哎呀 我本来可以赚三倍的嘛 你还投全投进去三倍 那个就是风险 记住 这个就不是风险 对不对 如果它跌 有的人说我跌了20% 我再投三分之一 再跌20% 我再投三分之一 我全投进去 实际上这个投法呢 就是 我认为就是 你在看准了这个股票的时候 你都认定它是60%的时候 你就算有一点点的误差 你都会纠正过来了 这是第一好处啊 你听懂我意思吗 你们听懂没有 就是说 它这个底部的时候 你没有找到底部 但是你第一步就认为 它已经要上的 已经有个概念了 它在比较低的位置了 你买了 完了三分之一 反正后它又跌了10% 你又买了三分之一 就三分之二了 它这回真跌下去了 你再买 除非 我就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啊 它不能破产了 破产了就是 破产你这个60%的盈利 你就不应该算进去 对不对 它要破产了 你还有60%吗 对不对 就没有了 所以说 一定都有保证60%的盈面的时候 你就 就再偷三分之一 完了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涨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很好 操作了 对不对 你可以在涨的时候 有盈利的时候 你把第一个最低的 三分之一 相当于又卖掉 一个三分之一 你就一定有钱回来了 在涨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又 卖了一个三分之一 那还有最后一个 三分之一 你干什么用呢 最后一个三分之一 就让它涨到你最理想的面里 在卖掉它 对不对 这就是你在显中一个股票的时候 这个过程 你要进行去操作 对你一定 利大于弊 这样想利大于弊 我们再看 如果是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这个银面百分之百 带进去算 它就是一 不管你是多少回报 你只要这个B 要小 不能小于0 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 它这个B要是小于0 它是个负数了 那就是你这个亏本回报 B要是小于0的时候 它是个亏本的回报 记住 我在这里跟大家再圈一下 这是一个亏本的回报 所以这个就不行 这个公司不能有这个条件 它一定是大于0的 它一定是大于0 好 这是给大家 就啰嗦一下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很有名 那个公司 学经学人 还有都知道的 第二个就是 很多人 新做人 新开户人 新开座人 都也会有一个体会的 你现在没有体会 你总会有的 就是说 你会觉得 赚的时候 你总是赚的少 亏的时候就亏得多 就跟那个玩牌一样 很多人去玩牌 赢的时候 今天赢了 赢的总是少 多的时候呢 都是输 输得很多 输起来就输很多 这有什么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 现代人研究过 就是根据阿莱斯 他就搞了一个 预期的理论 预期理论 他就通过行为 就是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 这个又是讲点 理论上的东西 理论上的东西 就是对你还是有点指导 你说原来还有这么 实际在里面 什么叫行为经济学 我就是很简单的讲一讲 就是说 就是一种心理学 行为经济学 就是一种 好多人是用心理来的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信息的时候 我就给两个 给两个东西 让你去写 就是所有人 他习惯于怎么写 他习惯于 这样写的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说给你 一百万元 百分之百万 马上就是 这一包就是一百万给你了 或者是呢 第二种选法就是说 我给你呢 百分之十 我可以给你 百分之五百万元 但是我可能有 百分之八九十 我还可以给你一百万 百分之八十 我可能有百分之几的 有可能你分钱拿不到的时候 很多人呢 他就会去选什么 选肯定稳了 一百万够多的了 这数字太大了 我就要了 如果数字小 我可能还考虑 这个就是有很多 那个玩那个牌人 就是很清楚 就是玩不来 act的时候 人他就是玩的时候 你问他是 you money you money 就是说 你是要you money 还是要 不要you money 因为不要you money 就是你可能一分钱拿不到 要you money 你就可能 就现在你只得相等的钱 你败多少就给你多少的钱 那很多人呢 就是选择 我要you money 为什么 因为他能为赢嘛 赢到手的时候 他不愿意担风险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去吃饭打折 对不对 跟他打折 吃饭说 好 我给你一个选择 你就是这个 吃这个饭 我要的是20% discount 我现在就给你20% discount 但是呢 你如果是 不要20% discount 你要抽这个的话 你有可能抽到他 你可能有50%全免单 50%你可能 你还得买单 就没有50% discount 很多人说 那我就有20% discount 这里他们就总结了一下 这是什么行为呢 这就是说 当你有赚钱的时候 是个收益的状况的时候 就是你炒股票 你涨涨涨 这个收益状况的时候 你是不喜欢再担风险了 你这个担风险的压力 还是越来越大了 你生怕哪天 它又跌回去了 对不对 你就 风险就很大 你不喜欢风险了 这时候 你就干嘛 就卖掉了 你就卖掉了 就像我讲了一个 很真实的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朋友 对不对 他每天涨 每天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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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烦了 对不对 讲笑话 因为他 盈利的时候 他不想 他跌的时候 他又有另一个概念 他叫什么 他当省事的时候 他就喜欢风险 为什么 他要翻本了 他要夺回来 他总笑的哪一天 他会 怎么 夺回来 这是经济学里面的 你预期理论 这是真实的理论 人家都研究过的 就是你就会有这种心态的 你听到吗 就是你一定会有这种心态 就是审时的时候 他是喜欢风险 他喜欢冒险 他根本走的时候 都输光了 最后全门熬印 那为什么 他为了想夺回来 两个相反的 对不对 就是你在盈利的时候 你不喜欢风险 所以你卖了很快 你赚了钱你就卖了 你在省时的时候 你是想把省时再夺回来 是越数越多 就是跟大家讲 就是你很有可能就是 会产生这种心态 对不对 你这要控制 这个就是要控制 好 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 特别是新手啊 做股票的时候 这个心态 我们说了 很重要 再一个呢 信息 信息很烂 对不对 信息很烂 但是信息 我跟你讲啊 任何一个信息 离不开它的 周边的环境 和即时的 国际行政 国际国内的经济现实 包括政治现实 这一点是离不开的 所以大家要关心 你要开始 操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关心政治 对不对 我还是一句话 你关心政治 还是不要过于站在哪一边 做股票的人嘛 我们是不要跟钱生气 对不对 就是不要站在哪一边 你就是把它们 当一个这种事儿去听 那么说 美国啊 疫情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一个事儿 你也不会追究谁责任 你追究责任你的钱 也没有 你也不要说 是哪里传来的 对不对 你也不要介于那些真人 因为那些东西 对你这个 没有一点帮助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香港 香港现在经营状况 我们跟美国有这个 可能会撤销它的 很多那个 优惠的那些 待遇啊 什么东西 它会改变 那它会有些什么 那会影响我们什么呢 是不是 那香港的股市会跌 是不是事实上经济都会受到冲击呢 这些东西可以去考虑 对不对 这些东西可以考虑 还有就是 所以说就是多看保 多关心即时的消息 讲到这里呢 我今天呢 也给这个初学人啊 开始人呢 也给大家讲 讲几个 讲两个股票啊 这两个股票呢 也是很有意思的 两个股票啊 我把股票放在这里了 已经放在这里了 这个股票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股票啊 我们来分析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是做什么的呢 上面看到了啊 叫Water Unities 就是这个公用事业的 就是供水的 在新泽西那一带啊 这个叫什么半岛的啊 这个大家不管 这一带 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一带啊 疫情比较严重 它是给他们进行供水的 这个供水的这个公司 我通常这么想 想告诉你 就是刚做股票人啊 或是做长线的人啊 可以把这个股票考虑考虑 因为它比较稳定 它的 它很多 有些基金啊 有些基金 都要把它列为 很重要的位置的啊 基金大家知道的 是组合的 完了后 把它列为 很重要的组合的话 那就把它 看重它 它比较稳定 对不对 是个供水的 供水啊 供电啊 对不对 它供水啊 我一直都关心 很关心这个供水的一些公司啊 它还是个small capital 对不对 很小的啊 对啊 它只有三个亿啊 三个亿的美国 就是很小的 三三三二六点九 对不对 三个亿 对不对 不到一个billion啊 所以 它那个 这个 EPS 就是EPS 大家已经知道 美股的收益率啊 是一块六毛五 美股的啊 它那个呢 就是P1 大家也知道啊 适应力 就是股价 跟它适应的比 这个 也还行啊 这个不是 它有没有多高的水分 对不对 我们不管 这补充 多高的水分 现在呢 就看看它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那个图形啊 图形呢 这是五天的啊 这五天的 就比较 还是比较稳定 我来看看它一个 一年的吧 我们就找个一年来看看 所以说 它呢 现在这个 这个状况 我觉得 是蛮稳定的 这就是 疫情期间啊 他们那一代是很严重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 就靠近纽约那一代嘛 它是比较 比较严重啊 这个疫情 你看 所以它跌得比较厉害 但是它又上的 蛮好的 又上啊 为什么它要上啊 然后它过去的来价格 这就是过去的啦 我们也看 这都是过去的 过去它很稳啊 稳都不能再稳 对不对 大家可以拿着念手 但是你又涨 为什么涨了 因为它这个业绩很明显会很好的 最后没知道到二月份以后 完走就开始疫情来了 哇 这个 这很严重啊 对不对 因为门店里都关了 他们餐厅餐馆 它还给商业供水嘛 对不对 那就是关了 你这个水就不行了 对不对 反弹的时候它也起来很快啊 但是它现在又蛮稳的 现在这个价位 我是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价位 就是说大家在这里做它的话 风险极小啊 风险极小啊 完了后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 做这个股票的问题了 它的基本面非常好啊 它几个情况比较好 我大致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美股的收益率是多少呢 是2.8% 2.8% 这个是不错的 对供水行业 就是供水这个行业的话 也值2.2% 它的供水行业里面 它上高的了 2.8% 平均它们是2.2% 那个标普500的 美股收益率也值1.9% 它2.8% 够好的 还有个好处啊 它就是什么呢 它的股息啊 今年是一元了 它比去年呢 多了 比上年了 比上年 这个美股是190 就比上一年呢 增加了1.6% 它过去五年呢 增加的 只是五年的销售呢 那派息 它五年增加的那个派息 它是就增加了五倍 过去五年呢 就是这个就增加了五倍 所以派息率多少呢 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呢 过去十二个月啊 它美股收益的百分之六十 作为股息 这一点啊 大家不再听懂了啊 就是说 它那个派息率为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 过去十二个月啊 美股收益的百分之六十 作为股息 这个就蛮好的 我就说 它能拿钱出来啊 它总共给钱 那就是说 特别是钱多的人啊 那基金他们就是钱多 我这听我讲的人 很有钱啊 你钱多 不要放银行啊 你说做很多股票 你觉得风险很大 你可以拿一部分钱 去做这个 放到那里 不要管它 你就收钱 每个月收钱 完了后 它还涨 实际上这里面 有一个概念啊 我今天给大家说的 大家可以听听啊 这是我自己的观念啊 我觉得 疫情 疫情呢 往后发展的时候 它有一段时间 就是恢复期 这个时间还比较长 但是呢 逐步逐步的都会开工 比如说 餐馆啊 商店呢 都会开工 只是说防御的 这个时间很长 记住啊 听听这关键一句话 就是说 所有的防御 防御它的病毒的感染 这个时间 应该是还蛮长的 那这个供水 大家知道 量就会很大 所以说 它应该要超过这 它应该还要超过这 这就是我对它的期望 为什么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也算是 一点独家的东西啊 就是说 因为你看 现在洗手都要你 告诉你要洗多长时间 何况你洗澡 何况是你个人卫生 还有你公共环境的卫生 等等所有的卫生 都要用什么 用水 对不对 即使消毒水 你也要有水啊 对不对 你用酒精啊 都要有水啊 那当然是量蛮少 但是给大量的消毒的时候 那个水量也是蛮大的 所以说这个 后疫情时期是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呢 这B字历史呢 它不会很长时间关着 相反它会慢慢开 只是我们能不能在防御 这个疫情的时期是很长的 所以它很可关 大家试一试啊 这是我跟大家讲一讲 它是这个概念 这是这个股票 还有一个股票 第二个股票 这个股票今天涨了 今天涨了 今天涨了 也不要紧了 今天涨了 也不要紧了 这个股票今天涨 盘前涨了一块钱 盘前就涨了一块钱 这个家伙 看来人都想的是一样了 这个股票呢 实际上呢 我很早就也盯着它 因为那个时候 说要打仗 老说要打仗 它是个军工产业 这个RTS 它是做很多高 那么飞机 什么战斗机 什么航母上的 什么包括航天飞机 战斗防航 什么建军的那个叫什么 航空 太空军的 都很多东西 都是它生产的 它呢 它有预见一个问题 它那个时候 你看它预见问题 它在这里还在跌 它预见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 它买了一个公司 就买了一个航空公司 那个航空是个民用的 买了个航空 有关航空的那个公司 那是民用的 是跟那个波音做的配套的产品的 那波音都停工了 它不就死了 对不对 波音好了 它可能就会 好了 因为它 它买了那家公司 它对相当于一个 所以它现在受疫情影响了 本来军工现在 受疫情还是蛮少的 只要能开工了 它是 它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 现在的国际形势 刚才我讲的自治形势 真的也不好了 美国呢 它可能它的军工发展 它现在会要加码了 特别是航空方面 太空军方面 它的那个太空 因为美国人是这样想的 现在谁得太空 谁得世界 这一点 所以美国今天 今天特斯拉会长的 特斯拉会长得很好的 有可能特斯拉 我又想到特斯拉了 就是特斯拉有可能 我说过的 850左右 那个位置 是它的一个阻力地弹 可能看它能不能 能不能冲过阻力地弹 站上去 要站到那阻力地弹 那它的股票 真的还是蛮好的 特斯拉还是真的 值得一个关注 特别是它这个人 它这个公司 它这回做这个事情 真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都轰动了 这不分国籍 不分 比如说人呢 今后在太空去旅游 这个事情呢 越来离我们越近 这是不得了的 所以说这个 美国在太空的发展 这个川普啊 我不管他 做错多少次 做对多少次 有一件事 我值得赞赏他 他就是说 把美国的那个 太空计划 续上去了 这一点呢 是前面几个总统啊 因为钱呢 都都都断掉了啊 断掉他们资金 基本上解散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川普呢 他又恢复了 因为因为太空 我们是不能丢的啊 我们对中国作用 都是美国人的话 太空这块太重要了 现在发现 对不对 什么都在天 都在太空了啊 连导弹都会进入太空 往下打了 这不得了了 那世界安全跟太空 有很大关系啊 这一点他做得很对啊 其他我们不平等 所以说 随时去讲了这个公司啊 我们就扯到 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了 所以说呢 因为不稳定 所以这个行业 他一定会 美国会加码 我估计他会加码 相当于中国一样 中国也会在这方面加码 一样 军工方面呢 可能又进行了第二轮 第三轮的军备竞赛 条约都撤了嘛 条约都不认受了 所以说 当然不是好事啊 军工产业这样做 对我们都不好 但是世界上没办法 他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产品 所以说这个公司 有可能不得了啊 因为他现在股价是很低的 他这个看见 他很早 他以前的公司 就是没有说过 这个民用航空的 这个公司的时候 他的股价好像在150 150 这么高 他原来的一个代号叫 他原来的代号叫 好像是 我不知道现在 能不能查他以前的 RTN吧 他好像是过去的代号 是RTN 就是他收购后 他就是重新的一个这个代号 按说收购后 他越来越强大 但是他现在收购 受收购 疫情之拖累 产生了这个负面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是大家 这是个 我认为还是个 很看好的一个股票 大家可以去 也要想做 可以做的 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这一些 也是露得把手 讲一大些 也是所谓聊空 聊天的形式 我自己本人的普通话 也讲的不是很好 温准 大家听起来 可能有的费力 争取 把普通话讲好一些 谢谢大家 收听 就是大家要是喜欢的话 还是一句话 就是订个点阅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